先前新希望基金会 特别赠送了烤箱到嘉兰巡礼会 希望能够提供嘉兰部落居民使用 来烤洛神花或是姜黄等农作物 并且让这些烤干的作物能放得更久 也能够有另一种经济的产词 而为了了解居民使用的状况 新希望基金会执行长 也特别来到部落进行了参观 这波炎的平台有序可以经营 巡礼会部师与新希望基金会执行长 说明烤箱使用状况 透过烤箱部落居民去年就烘烤了 900台金的洛神花 并在适当的价格卖出 对部落有实质经济上的帮助 去年的价格一台金最起码有卖到 最便宜的话是400块 400到450 900台金的话将近十几万 所以对部落老人家是很大的帮助 他们可以不再被外面一些中盘商或大盘商做拨去 他们可以透过烤干 然后存放 然后等适合的价格适合的时候再卖出 这是新希望基金会 先前赠送到嘉兰巡礼会的烤箱 让部落居民红烤洛神花之外 还有姜黄等农作物 并制作成姜黄粉 让农作物产出另一种经济价值 帮助了这个部落做了一个烤房 那么在八八水灾的时候 他们这个烤房赖以为生的烤房就成为垮了 那我们就支助他 帮助他把这个烤房重建 让他们因为这个烤房能够重新站立起来 生产他们的当地的物资来 帮助村民改善生活 经由慈善单位的爱心 让部落有烤箱工具可以使用 将烤干的洛神花自行包装卖出 也免去了中间盘上的剥削 记者蒋文杰 金风相报道